你有想过往马桶里撒一把面粉吗 如果没有 那马桶就像这样 污垢黄字很难被刷掉 尤其是沉寂到马桶表面内部的黄色污渍 就算你用劫测液刷很多次马桶 也于事无补 在这个视频里 我将向你展示一种方法 它可以简单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第一步 拿一个杯子装一些面粉 面粉不需要太多 和我这个量差不多就好了 第二步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步骤 准备一些家庭使用的消毒液 接着把消毒液倒在马桶表面 让整个表面都浸湿 第三步 把面粉均匀地撒在马桶表面 这样面粉也会变得湿润 形成一层薄膜 就像是给马桶做了一个清洁面膜 最后把马桶盖合上 等待三到二十分钟 等待的时间请根据污垢严重程度来确定 时间到了以后 用正常流程刷马桶就好了 等刷完以后 你会清楚地看到 以前很难清理的沉淀色素都被清除了 马桶变得洁白如新 每一个视频都是一个解决方案 记得点赞分享 这样可以帮助更多人 我是妙召先生